這是更省嘛 是不是它還有可以泡啊 你們寫哪一方面的APP啊 就是像那個啊 Pristo裡面的 它就像 我要做很簡單啊 它最多啊 它做最多的就是Postco的那一個啊 那個就是要做的啊 然後你是屬於自己接案的樣子 它就是做這個 然後對也是要靠人家點就是點廣告 才會有收入 所以它就是這個就是它做的就是 然後這底下會跑廣告嘛 然後就是變成說也是如果有人點擊 啊就是就會有收入這樣子 這個APP是什麼功能 是接收Costco的產品嗎 沒有就是它的DM 然後我們每次收到DM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Costco 查價錢啊 是 對啊 然後它就會把它弄上來 然後我們都會去Costco查 它原價是多少 所以這個也算是接Costco的案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或是有它自己自己官方的 可是它自己官方的 不會給原價 或是有它只是把它DM弄上去而已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們就想說 就是我們會有弄原價上去 就是變成說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要知道原價是多少 是是 對啊 那等於說 你們做一個APP 可以協助查Costco的原價這樣子 對啊 那就是這當期的DM的這樣子而已 哇 那你這樣 工作量還蠻大的 就 你說等於它每一季啊 它每一季都會寄這個DM啊 每個月嗎 兩個月一次 沒有它大概兩個月吧 對 那你就要再去那邊查 查價錢 其實查很快 因為去久了 其實它什麼東西 哪一區 因為它的東西 就擺哪裡 你就差不多知道 那你現在這樣流量大嗎 這個的流量比較大 一個月這樣有多少還是一天 我不知道 實際上要問老公 因為是他在查的 但是我只是要問老公 這個流量比較大 所以你現在就是有提供這個功能 然後有搭配那個廣告 對啊 但是搭配這個廣告 它這個每千次的付光率 大概就是可能幾塊錢 對對對 幾塊錢的錢 對啊 那所以你知道就是可以說 下載的人會搭 付光率很會高 對 對啊 對 就變成好幫手 對 這個就叫好幫手 這個就叫好幫手AVV 對 這個就叫好幫手AVV 它會跳高高度嗎 他會跳高高度嗎 公公的嗎 不可思議 就是好幫手 對 就是好 你就是如果你 你就是Google的時候 打 就是在國會商店裡面 打好幫手 收拾 是 對 那現在你要怎麼去推廣這個好幫手 因為我之前 我們一開始 那時候做的時候 那FVV是有一個那個 好事多的那個消費購物經驗的社團 對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 我那時候就有進去 然後就是跟大家 就是推薦這一個 是 這個APP 所以還是 對 還要搭配一些其他 一些社群啊 FV啊 對 或是LINE的群組 我這樣子去推廣你這個 對 謝謝 或者是 你先生應該也會在FV 買廣告吧 沒有欸 他現在沒辦法 他都用自然流量 對 自然流量很辛苦欸 好幫手 因為我們在想說 到底 哇 十萬個下載了 可是因為已經幾年了啦 欸 大概有 三四年了吧 所以十萬 還不算多欸 還比官方的APP好用 哈哈 哈哈 哈哈